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年是小米的八週年 我今天也應景穿上了小米八週年的T恤 那小米之前推出了小米8 它有不少的顏色 其中最受歡迎就是透明探索板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最近剛推出的小米8 Pro 螢幕指紋版 那這支小米8 Pro 螢幕指紋版 它同樣秉持著超高CP值的原則 處理器直接給你高通 S845 而且是8G RAM 128G RAW 然後呢 它又有 AI 超感光相機 獲得DXO Mark 105分 最特別的就是它這支只有一個版本 它沒有其他顏色 直接就是透明的背蓋 它叫做螢幕指紋版 那到底長什麼樣子 讓我們直接來開箱吧 好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吧 這是小米8 Pro 這次的外盒 上面文字是燙金的 你可以看到後面小米8 Pro 這邊寫 4G雙卡雙待 它支援 4G 32G的網路 螢幕指紋辨識 845的處理器 而且它是支援 AI 也就是說 它會針對 AI 這件事情比較支援 雙攝像機 兩顆都是1200萬 6.21吋的螢幕 全螢幕 好 直接來開箱 好 這就是小米8 Pro 那先把上蓋打出來 它同樣是三層式的結構 可以看到它的機身 這就是螢幕指紋版 那這裡面應該會有保護殼 好 有送一個軟的保護殼 然後有送這個 Type C 轉 3.5 的 音源線 轉接線 會卡針 那可以看到這個螢幕指紋版 好 沒了 這就是所有的配件 那我們看到這一顆充電器 它這一顆充電器 它是支援 5V 3A 然後最快支援到 12V 1.5A 它支援快充 充電數據大家看一下 那再來是看到大家的背蓋 我覺得所有的男生應該都會超愛這個背蓋 它非常的科技感 而且很多人會疑問就是說 它的背蓋到底是硬上去的 還是真的是透明指紋版 之前雷軍在發表會上面 他有講過 這個背蓋其實是一塊中式版 但是它同樣是透明玻璃 然後它是一塊銅片 然後在上面放一些電子元件 設計的比較好看的電子元件 所以它在上面這一塊 你這樣子去看 它其實還是有立體感的 這些立體的電子元件 上面的文字 都分別代表著小米八年來的一些里程碑 然後它的鏡頭邊緣 有一個紅圈 它通常在攝影界 有個紅圈 就代表厲害的意思 Canon的L鏡就是有個紅圈 然後它的電源鍵也是紅色的 它的邊框 是 我記得是用不鏽鋼 它的金屬的質感比較沉 它整機的手感滿沉的 稍微具有一點重量 但是側邊摸起來十分的圓潤 這一點我覺得我滿喜歡的 這一次小米8 Pro 它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支援雙頻GPS 什麼是雙頻呢 就是支援L1跟L5 雙頻的天線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像我自己處在多位區 那多位區的特點就是 天橋很多 然後快速道路很多 還有大樓很多 那這些實體的水泥建築 就很容易遮蔽GPS的訊號 那特別是我們 像我剛剛經過 林森北路的地下道 下去之後 GPS基本上是飄掉 那你在從地下道出來 或者從山洞出來的時候 這時候 如果你的路線直的就算了 如果你可能剛好碰到岔路 那可能就會 GPS導航就突然叫你換路線 這時候就很麻煩 所以它這次支援的雙頻天線 L1加L5 它就會解決掉這些 GPS很容易飄掉的問題 那這是小米這一次的一個特點 小米8 Pro 它這一次搭載了全球首款 螢幕感壓式的指紋辨識技術 那什麼是螢幕感壓式呢 就是你在做指紋辨識的時候 你必須把手放在上面 稍微用點力壓一下 如果你只是放上去 它是不會有反應的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我是把手放在上面 然後沒有壓 它就不會有反應 可是如果壓一下的話 它就會有反應 它就可以解鎖 壓一下就會解鎖 那解鎖速度其實也非常快 那小米8 Pro 它的螢幕採用 6.2英吋的全螢幕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這邊有一個瀏海 那它的瀏海其實是可以隱藏的 那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全面屏 把這個隱藏的瀏海選項打開來 它就會利用這個系統狀態力 直接把這個瀏海隱藏起來 如果你喜歡瀏海 你就把它打開來 應該是沒有人喜歡瀏海 那再來呢 它的螢幕的規格其實非常好 它支援PCIS T3廣色域 還有 Always On Display 還有陽光屏跟護眼屏 還可以設定一下去隱藏這個瀏海 那你在玩遊戲追劇 它都可以有大螢幕 那剛剛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在全面屏這個地方 可以去設定每一個APP 它分別要不要使用全面屏 是不是要把它螢幕的尺寸把它拉開 比如說你看YouTube有全面屏 或者是看那個愛奇藝 或者是看Netflix 或者是打Game 它都可以分別去設定全面屏 那這次小米8 Pro 除了螢幕指紋辨識之外 它也支援人臉辨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瀏海的地方 它除了買了前鏡頭 也搭載了紅外線照明 跟紅外線的相機 所以說我在低光源處 我也可以直接做人臉辨識 那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好 人臉辨識 好 馬上就解鎖 再試一次喔 馬上就解鎖 很快 它如果不照人的話 反正就不會解鎖 所以它人臉辨識的技術是非常快的 好 再來講到相機 相機算是評價一支手機最重要的部分 這支手機是不是旗艦機 其實光看拍照就看得出來 小米8 Pro 這一次它獲得DXO Mark 105分的分數 那這一次小米啊 它有AI影紅光效 跟AI變焦雙色 小米8 Pro這一次的AI雙色 它總共可以支援206種場景 25種標籤 那其實可以偵測沒有什麼 大家都可以偵測 可是它可以針對一些比較細緻的變化 比如說像 同樣是天空 它有夕陽 黃昏 或者是陰天 或者是晴天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參數 會做細緻的調整 這個我都覺得非常厲害 拍照這件事 這次真的不能只看數據 也不能只看規格 我們就直接來實拍吧 這次我準備了一支 iPhone XS Max 跟小米8 Pro 然後分別針對幾種場景 做戶外實拍的PK 策略 芙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自拍啊分成一般的拍照跟人像 那这两种都支援美颜美肌的模式 美颜美肌 那我先开这个没有美颜的 那再来开一下人像 人像就是多了背景景深的虚化 给大家看一下虚化 这样看应该就很有感觉 那这是没有虚化的 这是有虚化的 好你可以看一下边缘的处理 那再来 大家比较care的应该就是这个 美颜的部分 那这是没有美颜 那我直接开到2 跟5 好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异 好我先开1就好 再来是看一下美颜 美颜是针对你的五官 把你的脸跟你的鼻子 嘴唇 分别去做眉颜 细部的调整 那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小 嘴唇薄 那你就可以针对每一个五官去做调整 让你看起来有动过手脚 可是又不会太假 好这是瘦脸效果 试给大家看 有没有看到我的脸颊有稍微瘦一点 再来是大眼 好像调整到大眼 我的眼睛会看起来更有神一点 再来是八笔鼻 这个是调整鼻梁的深度 好再来是翘下巴 好下巴被拉长 再来是花瓣唇 花瓣唇就是蜂唇 再来是苹果肌 就是把皮肤磨得平一点 好这就是小米8pro的美颜美肌 跟人像谨慎的差异 再来小米8pro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叫做AI短影片 那这个功能是针对脸书啊 IG去设计的一个功能 那像之前很多人拍影片 然后直接上传其实就很枯燥很单调 那AI短影片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 随手拍摄一段影片之后 让小米8pro内建的剪辑功能 直接帮你编辑成一段厉害的影片 那上传之后就会觉得 诶 大家看起来就觉得 诶 你们还蛮厉害的 所以有了AI短影片之后 你都不用学剪接 全部都交给小米8pro 直接拍直接上传 超级方便 小米8pro附上的是QC3.0充电器 可是其实它 它在有线充电的部分 它支援到QC4.0 好 它电池容量是3000mAh 实际的续航力的测试啊 请看这边 小米8pro这次同样有双卡双带 而且是4G加4G的双卡双带 那我已经把卡槽拿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卡槽 是两张NanoSync 那你不用换卡片 就可以从设定里面 直接把它更换成主卡 那就很方便 不过它这一次它的卡片 卡槽它不支援MicroSD机器卡 而且小米8pro这次它在 天线的设计上面 它采用了4根天线 4x4的麦毛天线 那它可以让你的 4G LTE的收讯品质更好 再来讲到重点 小米8pro这一次 规格大幅提升 然后外观又这么漂亮 高通S845到8G RAM 128G的ROM 然后规格都这么宫顶 相机又获得DX Mark 105分 那它最后到底要卖多少钱呢 答案是15999 真的是太便宜 这个价格真是太迷人 都不晓得小米到底有没有在赚钱 不过云霸在这边还要提醒大家一下 它的频段目前跟之前一样都是少700频段 然后它的CA只支援2CA 如果大家有考虑这支手机的朋友 特别要注意这两点 那这支影片就开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